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什麼聲音還會岔開 是因為你長期使用咬合機和猴頭的力氣 那你突然放掉那些力氣 讓你的聲門不會自主的閉合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可以做一些聲門自主閉合的練習 譬如說 哼鳴的練習 或是比較輕鬆的 內內內 去讓聲門自主的閉合 OK? 好那在這回答者裡面 有一個回答者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答案 就是這個響尾同學 答得很好 好愛 那這次的禮品呢是這個 大家關注已久的 娛樂者的秘密保濕噴霧 那它的功效呢就是很像人工唾液一樣 就是你很乾的時候 不用喝水 也要喝水啦 喝水就是循環的概念嘛 那這個就是口水的意思就是直接噴在上面 它就直接保濕 那它本身沒有藥性 而且它有一點點 就是甘甜的感覺是什麼 蜂蜜蘋果口味的 它沒有藥性所以它不會上癮 好那響尾同學啊 接下來我們的行政人會主動的聯繫你這樣子 好那有在關注這個保濕噴霧的同學啊 稍微跟你們預告一下 這個保濕噴霧在十一月五號 在我們的露天拍賣場上面會上市這樣子 那關注的同學就可以在上面採購 OK好那歌唱小巨檔下次見 掰掰